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8月24號0點鐘 那我剛剛除了30塊錢 這是我這一個禮拜除的第二次30塊錢 也就是說這個禮拜我除了60塊錢 那這個禮拜的第一次除是在第三天的時候除 那第三天呢是有這個紅知識100個 那100個紅知識呢其實生前的1到20級都需要紅知識 那紅知識的獲得雖然在這個商店有在賣很貴啦 金幣很多 然後掛網也可以掛到 但是其實大部分獲得來源還是在酒罐喔 所以呢這個紅知識100個我覺得值得課 課30塊拿100個這個我覺得OK的 那第七天 第七天就是這一個禮拜的這個循環論文的第七天 它這個是100本書 這個是你自己可以選的 那書本的話是生前能1到 應該說11到30級吧 應該31到40級也是需要書本喔 那我現在還沒有一直角色到30級 所以說我現在只看到11到30級都需要書本 所以書本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這個生前能的這個資源喔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一個禮拜課這兩天的話算是蠻划算的 那同時呢我這一個禮拜課了第三天跟第七天呢 滿足了累計儲值的這個連續 應該說這一個禮拜除了這兩天之後呢 就可以再多獲得10張券喔 所以我覺得一個禮拜除60塊算是還蠻好的選擇齁 這個前提是你是有課金玩家啦 好那我們這樣子呢就有一個這個普通實抽喔 那抽酒管的話也可以再獲得一些資源嘛 欸 哎呀這個是假的紙啦 這是肥料啦齁 好那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好吧 肥料就肥料把它升一升 登登登 然後再升再升 喔好多好多肥料 好然後 呃來看一下騎士聯盟有什麼可以升的喔 嗯 大盾妹嗎 呃要把大盾妹吃掉嘛 我其實是有一點想要練那個羅蘭德欸 可是羅蘭德不來的話呢 也有可能這個這個 反正羅蘭德跟大盾妹我覺得選一隻練就好了 好那那這個不重要齁 那所以說呢這個我們就把這個禮包給拿一下吧齁 剛剛那個呃現實禮包 好這邊都拿完了對不對 然後來看一下喔 呃哇這是本日的這個任務 好每天都要擠喔 因為這個是算是那個什麼 呃這個我我這個公會算是 呃不需要打高分 但是至少你要你要積極的上限 然後解每日任務嘛 這樣子你的那個 呃工會的那個活躍度才會高喔 好但是我覺得這個這個遊戲呢 你解日常任務齁 達到這個700活躍值不會太困難啦 他的這些任務其實都還蠻簡單的這樣子 好解完了 那解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沙之遺跡喔 沙之遺跡呢 嗯還剩下兩天的時間齁 那我看到很多人甚至有到第四輪呢 我現在才在第二輪而已 那第二輪的話呢 我覺得 我覺得有機會第二輪拿到吧 可是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活動還算OK啦 因為就算你沒有拿到第二輪呢 呃你也獲得了很多個500鑽石嘛 呃那我們就隨便抽一抽吧 看看有沒有機會進到第二輪喔 呃至少送我一隻聖 那個什麼聖殿深淵角色吧 哇連500鑽都要抽那麼久 喔不會吧 好天啊 我已經抽了16個了是不是 好再來 呃要抽那麼久嗎 500鑽500鑽 哇連500鑽都不好獲得啊 呃 又是500鑽 好看來我第二輪已經差不多已經 已經要超過一半了 一半就是120嘛 嗯黃金運 啊抽不到抽不到抽不到 欸 啊又是500鑽 好再來 這樣子也獲得了1500鑽了嘛 所以說其實還是不錯啦 好我們就來個直線吧 OK好不意外喔 那來看看背包有什麼東西咧 欸這個是肥料 嗯好沒有了齁 那這個鑽石是2500還不夠 那今天的話呢開放是這個戰棋沙盤喔 好那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個遊戲啊 呃除了這個之外齁 我們看一下這個七號的狂歡 七號的狂歡齁 這個登錄有禮 今天是第七天 所以說明天應該說禮拜一的零點 就會更新新的這個週任務齁 那這個祈願獎詞呢 全部抽完齁 這邊還剩下670個 應該會回收給你一些金幣之類的吧 所以說你只要每天上線啊 解這個日任務齁 這個都可以解決 這個不需要課金喔 所以我覺得 這個烈火戰記的這個 每日任務齁做的還不錯 至少你不需要課金 然後給的東西 我覺得也算是多喔 所以呢玩烈火戰記 跟那個無盡征途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烈火戰記 算是每個禮拜都有進度 無盡征途的話 真的是建議遠征早期那個樣子 就很欠資源 常常一卡關呢 可能要卡好幾個禮拜等活動 去抽卡才行喔 但是呢這個烈火戰記呢 他其實活動 送的東西都還算是蠻多 你要是無課的話 其實你每天上線啊 或是每個禮拜 都會有大概至少 我覺得二三十抽不是什麼問題吧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